政府一直強調要向世界講好香港故事 較大公共行政學顧問 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說 國際輿論由外國媒體主導 本港要由多方面展示優勢 活動都回來了 香港在國際上 如果是搞國際會議、展覽 我們應該都回來了 航空的運力當然需要少時間 特別是機組人員等等的配合 但我覺得就算我們通關 遲了是相對弱於他人也好 但我覺得這個是時間問題 這個不影響到我們的基本盤 我們更加要進取 因為過去幾年因應地緣政治 因應香港內部政治的變化等等 國際輿論 我們無可避免地有很多都是西方知名的媒體 即是他主導的 他看香港到今天仍然是相對負面的 所以變成我們一定要以香港的實在 日常的怎樣生活 我們的活力等等 制度上的那種優勢要展示出來